2,500磅才能租到 半年增加了25% 转一下话题 最近有些数字发觉 虽然英国楼价近期因为加息的缘故 轻微汇落 汇落了几个月 接着近一两个月 已经企稳和微升了 不过中磅就完全没有汇落 而且是上涨得很厉害 比起两年前 升了25% 还挺厉害 25% 通胀也没那么厉害 老实实 你说两年前 这个数字可能都不更新 我以我自己的姐姐为例 用你实际国安为例 他进入曼城 在伦敦 大概半个小时的火车 去唐人街 从2000磅 开始 我已经叫我外生为 你去看 现在留意着 六个月都不够 我朋友帮他看 对不起 我说是两千磅 两千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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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才租到 半年 半年增加了25% 两年增加了25% 六个月 我说这么夸张 他自己住那里 都慢慢慢慢 因为他不敢租太久 变了三个月又加 三个月又加 哇 真是 很轻轻的 会不会是 因为这个是伦敦核心 比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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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郊区或者是曼城 那边都没那么紧张 是 是 比较起 那些20% 如果你5% 其实英国的楼子 不是升得那么厉害 5%都好吗 你都很烦的 对不对 你三个月又加 这个是一个现实 对不对 不过是真的 你即使是市交 或者是远少少 曼城也好 乐定衔也好 但是 因为那里的价格低 Base低 升少少都很厉害 都是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